Happy Book 品德成长 神秘的礼物 啊 蟑螂 小主人准备上床睡觉 一先开被子 里面竟然有一只蟑螂 最后蟑螂的 向往后跳了好几步 一定是你在床上吃零食 掉了碎屑 才会隐碎蟑螂的 妈妈便说 别帮他把蟑螂抓走 第二天晚上 小主人准备上床睡觉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 立刻又吓得大叫一声 怎么又有一只 被压扁的蟑螂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第三天是星期六 小主人在坊间门口对面的卡位上 逛了一面大镜子 然后就一直待在客厅里看书 灰猫咬着蟑螂跑进了小主人的房间 小主人从房间门口的镜子 看见灰猫正准备跳上床铺 他赶紧冲进来大叫 我只是想送你一个礼物 灰猫一开口 蟑螂便吊在地上 嗯 是吗 这是礼物啊 小主人有点意外 那以后我就不抓蟑螂了 我再送你其他的神秘礼物吧 灰猫开心地说 小主人赶紧摇摇头 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乖乖让我抱一下就好 小朋友 送礼物就是表达心意的方式之一 一个热情的拥抱 温柔的话语 都会令人感动万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 你们 每 居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